你去Alex Bar那裏做 你怎麽不告訴我 是呀 他奸的 奸你根本也有 他怎麽知道他是奸的 你怎麽不告訴他 那我怎麽 我根本… 其實我做份工作 他請我便做 人家在找工作做 好心你便叫來我們那裏做 Alex Bar那裏做 為什麽 現在我們拆不起他 不是我們拆不起他 是你…是你 為什麽是我 你別這樣說 我不想經常阻礙你們 我上去外面試試 跟Ismo學習什麼時候都行 說一下 是呀… 學習的東西什麼時候都行 哪裏都行 今天你表現得不錯 不過今早那堂就不算 明天上堂正式打就顯真章 是吧 不過Alex Bar也是 明知道每次跟我打個案 都會輸的 找個新仔上場 新仔的東西都十個 有九個九毫半都是輸的 是呀 不過你別看勝負看得那麼重要 Michelle 經驗是這樣得回來的 你知道的 我也很想和你學習一下 敵對也可以學習的 不過我公私分明 專業嘛 所以明天我會一如以往 盡力去做 到時你不要怪我 不會,公私分明的 是呀… 是呀… 進來吧 怎麼了 即是我最不想見到的事 終於發生了 你知道我 我當然是一心一意都希望你 可以贏 Miss Mo 但現實呢… 很殘酷 你打算我輸硬 不是一定輸,或者百分之一百 你答是還是不行 是 為甚麼你打算我輸硬 因為Miss Mo不是普通人 你有沒有見過一律師 在法庭上贏 另一個律師是靠暴力的 他真的會襲擊人的 民鬥不行,他就來武鬥 武鬥不行,就屈你開私鬥 甚麼都敢死 你屬女來嘛 你上到亭 他過來扯你頭髮也夠膽 你認識他多久 七個八個多月 那你也挺了解的 我不是真的 我見他動一動嘴角 我知道他賀爾蒙失調 動一動手指,內分比失敗 總之一句說完 這個是現代宋世傑 即是禮橫折曲 但還加到一點 她是女人 即是她可以是一個 不講理由的宋世傑 真是很難打的 你不讓我現代金牙大狀嗎 戴阿斗對宋世傑,未必輸贏 也對 我沒見過兩個人 同時一個劇集出現 你看過這些東西?應該有得看嗎 有呀,集集追的 我真是壞,又說讀書 你這個大哥 弄一手指咬出不咬入 為了美式,他甚麼都敢死做 我我好心收留你 不僅還替你搬那間豪宅 你怎麼用好心雀雷劈 你怎麼這麼緊張 又不是對著那個Alex胖 就算是,也沒怕過 況且對著那個Michelle的英俊 小九,你也同意了 你也說是了 你跟得我多,你也會稍微聰明 不是呀,更漂亮又變胖了 這些叫麥廁主人形,又漂亮又聰明 坦白說,我八幾年入行的 論經驗都贏過Michelle幾條街頭 八幾年她又幹甚麼呢 最多就是讀小學,學習ABC 這麼大聲,透露了年齡的秘密 不是呀,小強 我頂多不是大那個Michelle幾年 我出道早而已,對不對 好了,行了,明天這麼多 睡覺,你這麼好氣 不是呀,還是要準備一下 無論如何都要做你的臉部 畢竟是那個朱太太的名人 明天有很多記者在這裡 拍得我不漂亮,怎麼辦 算了,還有呀,穿甚麼衣服 明天那些集中力要在我身上 不可以比Michelle漂亮更漂亮 這套呀,這套多漂亮 何美芳女士擺脫了朱太太的名分之後 就不再需要出自己高級的社交活動 她的消費會大減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善養費 反正,客觀大人 何美芳雖然離婚之後 她再不是朱太太的身分 只不過她的社交圈子 並未因此而改變 一個女人達到中年是一種悲哀 而中印律師只不過是一個 初出馬路 沒甚麼經驗的小妹妹 你管她是朱太還是牛太 總之一個女人 去到中年的時期 就要多方面的保養 好像做臉部 如果你不做的話 就有黑頭、雀斑 最慘的是皺紋 臉部也救不上 到時你就要找一個整容醫生 你試過沒有? 沒試過嗎? 一個好的整容醫生 比我還貴 整得她的樣子漂亮 一個不幸中年發福 要去推枝、滅枝 都沒試過 很痛的 荷包更加痛 樣子漂亮、身材好之後 要買一些新衣服 是不是? 不像你這樣 蛇穿T恤、牛仔褲 我們這些行高貴的感覺 衣服很貴 另外又要找一些鑽式大廈 伸出來兩梭蕉有什麼好看 那些鑽式起碼要兩三卡 要經常換才行 要不然別人會笑你寒酸 你知道嗎? 好了,正如我所說的事 全部都需要錢 所以我覺得 阿朱太太離婚之後 生活費起碼要有二百萬 才可以維持 不知道各位覺得我說得對嗎? 對… 謝謝 法官大人,我說完了 你現在可以宣判了 袁素人,諸河美方勝贖 謝謝… 謝謝各位… 不用難過…有下一次嘛 好,易軌,拿來挑戰 I'm slow… I'm slow 好啊,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糟了,為什麼我有黑眼圈? 是誰的? 有沒有遲些呢? 怎麼會這樣?你不叫我 我一向是你叫我 你今天… 什麼? 我的眼睛… 怎麼樣?很不合理嗎? 你怎麼不用那隻遮瑕膏? 那隻多好 什麼?有時間… 你怎麼知道我用哪一隻? 先問你,今天樣子怎麼樣? 穿得比你漂亮,Michelle嗎? 不是吧,我怎麼回答你 一早就怕打擊你 什麼意思? 早安,Mr. Mo 早安… 早安,Alex,你好,Michelle 高台貴手,手下留情 她一定會,是吧? 怎敢小看你們 我的當事人,賀美芳女士 她已經做了朱太太 有十四年那麼久了 在這十四年間 她的生活是雙流社會生活 生活方面是很奢華的 所以開支力也是非常龐大 就以前日一日為例 她去到MC買了一個價值 十四萬的手袋 還有… 沒錯,朱先生是一個生意人 經常都非常不空 不空陪太太了 因為我的當事人 就會去到德德巴那裡消遣 所以知道德德巴是很高貴的場所 每次去都是消遣很多錢的 好像我也去過 一個小時花了一個五千 不是,我是因為這件案子 要實地觀察一下 是專業的 袁素仁律師 請你不要說一些 與本案無關的事 我只不過想證明 我的當事人的消費是多麼龐大 只有一天已經花了十六萬 所以我認為與眾人朱先生 在離婚之後 應該維持何美芳 跟婚前的生活指數一樣 所以每個月的善養費 應該起碼有港幣五十萬 嘩,不用這麼大 待會他輸了 你第一時間 可以撲到Michelle那裡 只是益你而已 法官大人 袁素仁的代表律師說得很對 袁素仁每個月的消費 的確是要五十萬 但這些只是表面的證據 袁素仁前日在MC買了十四萬手袋 又在德德巴大樓超過兩小時 但這樣不代表他會花很多錢 因為他在MC未必是買袋給自己用 在德德巴也未必是叫鴨 反正,法官大人 這些是憑空的想像 完全沒有證據的 難道我的當事人去MC做售貨員 去德德巴做媽媽生嗎 錯了 他的手袋是前日在MC買 價值十四萬的手袋 他的手袋是假的 因為他已經將在MC買回來的手袋 買給一個水貨商人Ducky Chan 事實上,他去德德巴 根本不是叫鴨,是去交貨 他離開鴨店的時候 根本就不用花錢 還拿走二十萬 他每天的消費很低 還很懂得賺錢 既然這樣,還用不著我當事人 給錢有費他呢 對呀,這樣不是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subscribe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